地上白色的都是發霉物 不會吧 死貓已經被同伴啃咬不成形 10集 惡劣愛心媽媽放任貓咪咬同伴屍 比較髒亂 那貓山裡面都是貓的大便 那飼料感覺上應該是刑犯主 反正比較髒亂 飼肌被活動一直很啃直 事情蠻嚴重的 另外一隻我們會帶回宿內安置 她是新竹市流浪動物周龍所 的26歲愛心媽媽陳小姐 名為愛心媽媽 卻不是真的那麼有愛心 反而是殘忍至極 有民眾替動物找尋中途之家 找到陳小姐這兒 發現她把活貓死貓關在一起 還放任啃咬貓屍 貓屍只剩下骨頭腸子外露 氣得報警檢舉 動保所前往她位於山坡上的 私人收容處所突擊 一邊是在她住家一樓 養有兩大兩小狗 六貓兩萬熊 環境和飼養狀況尚可 但另一邊卻是簡陋破舊的倉庫 裡面堆放幾個鐵龍養貓 其中一個鐵龍養的就是 黃黑兩隻貓咪 而黑貓已死亡好幾天 身體被咬爛 黃貓則縮在一旁 檢舉民眾還懷疑 她假借中途之家民意收取散心飼料捐助 再把動物轉賣牟利 我們沒有賣動物 我們認養有時候確實有跟人家收錢 收九百塊 因為牠們有竹蟲 牠們有西藏 我肯定了 你肯定了 肯定了 不是 要肯定了 昨天有一個讀者廖小姐看到新聞後投訴 她都跟碗熊被對方霸佔 拖了一個月後才歸還 碗熊毛孩掉了一大塊 若虐待動物試著明確 這愛心媽媽最高罰一百萬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